当闭幕的中共人大会议上 李克强训任国务院总理 韩正 孙春兰 胡春华 刘鹤获任国务院副总理 延续了中共国务院一正四副不成文惯例 对于四人的排名顺序 有媒体揭秘了中共高层排名规矩 以及为何胡春华排在刘鹤之前的真实原因 20日 总部社在北京的多维网撰文分析了 胡春华等四名副总理的排名顺序是如何确定 据多维网报道称 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韩正 解替张高丽出任常务副总理 顾排第一 余下孙春兰 胡春华和刘鹤三人 同为副国家级政治局委员 他们的排名是依据什么做出的呢 报道解释 在中共官方的话语体系中 有着严格的礼宾排序 2005年通过的中共公务院法 将中共领导职务的层级共划分为10级 排在最前面的两级是国家级政治和国家级副职 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排名一直是个难题 尽管没有明文规定 但结合中共官场历届副总理排序情况来看 应是依照政坛资历排名与分工 年龄等其他指标没有关系 现年68岁的孙春兰 2005年由辽宁进京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 晋升正部级 2012年晋升政治局委员 升为副国家级 同时还是中共第15届 16届中央候补委员 第17届成为中央委员 并连续当选至今 现年55岁的胡春华 2006年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常务副书记调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 晋升正部级 2012年晋升政治局委员并出任广东省委书记 中共十九大后留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同时是中共十七届中央委员 连续当选至今 现年66岁刘鹤 2013年从已担任十年之久的中裁办副主任 出任中裁办主任 晋升正部级 中共十九大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成为副国家级 同时也是18届中央委员连续当选至今 报道说 上述信息可见 三人中孙春兰和胡春华在相同时间成为副国家级 而孙春兰则更早晋升正部级并成为中央候补委员 以资历来说 在三人中排在第一位 刘鹤虽然近年来备受瞩目 不过他是第十八届中央委员 因此排名最末 据报 在十九日举行的中共人大投票中 韩正排副总理人选中的第一顺位 获得2965票赞成 四票反对 孙春兰获得2956票赞成 五票反对 八票弃权 胡春华2968票赞成 一票弃权 刘鹤2964票赞成 三票反对 二票弃权 韩正和孙春兰均被视为江派人马 孙春兰在中共十八大上基身政治局 以及江泽民的上海邦人马韩正 十九大晋升中共政治局常委 均被认为是中共权斗妥协的产物 而刘鹤是习近平的重要财经智囊 刘鹤与习近平交情甚堵 两人是少年时的完蛋 双方父亲均为中共高官 梁慧前就有报道称 刘鹤可能会晋升为中共副总理 成为二十年来中共最强权的副总理之一 胡春华与已被调查的 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 曾经被外界市阁代指定接班人的 备选人物而大热 去年七月份孙政才落马后 胡春华变得异常低调 在中共十九大上 胡春华未能进入新一届政治局常委 当时外界就曾猜测 他可能会赴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在三月二十一日中共官媒发布的 中共中央拟定的深化档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 释放了不少信号 其中组建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与撤销三大罪恶机构传递了不同寻常的信号 三家被撤销及职能被并入中央证法委的机构是 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及其办公室 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简称 维稳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和中央防范 和处理邪教问题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 别称中央610办 资料显示 中央宗制委成立于1991年 是中共中央的直属工作部门 下设的中央宗制办事及具体办事机构 与中央政法委机关合属办公 中央宗制委的主任一般都由中央政法委书记担任 维稳领导小组是中共中央的意识协调机构 正式成立于上世纪90年代 其常设办事机构是中央维稳办 小组具体成员单位包括中央政法委员会 中央综合治理委员会 中央宣传部 公安部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涉及到宣传部门 该小组组长一般也是中央政法委书记 而维稳办主任通常由政法委副书记兼任 值得注意的是 其在各地省 市 县指导厢和街道一级 乃至重要事业 企业单位下设维稳办 不过是近些年的事情 而这正是源于对法轮功的疯狂打压 至于中央610办则是在1999年江泽民 为镇压法轮功于6月10日专门成立的机构 其名义上虽属中央与政法委 但又是一个独立的体系 权力如同中央文革小组 其通过政法委控制中国的公安 法院 检察院 国安 武警系统 并有权随时调动中国外交内政各部门一切资源 中央政法委因之权力急剧扩张 触及全国各级各部门 政法委书记的职权也在罗干 周永康期间空前扩大 他们甚至还获得了调动武警的权力 在过去二十多年中 秉承江泽民 罗干 周永康旨意的 中央政法委下的中央宗志委和维稳领导小组 不仅承担着镇压异议人士 迫害良善的任务 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 还在1999年7月后与610办 共同实施了对法轮功的镇压和迫害 犯下了滔天罪行 包括酷刑 杀戮和强摘法轮功学员的罪恶 且这样的罪恶弃精美 有被正式终止 据海外明慧网不完全统计 透过消息封锁传出有名有姓的 有四千多名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 另有数量巨大的法轮功学员被强摘器官 据悉 地方宗志办 维稳办等机构 常常和610办 防范办在一起办公 有些具体办事人员也是重叠的 因此 可以毋庸置疑的说 这三家机构以及具体办事人员身上 都沾满了血腥和罪恶 也正是在近20年的迫害中 江泽民集团为了达到镇压的目的 放纵人性中最为恶劣的一面 导致官场腐败横行 政府黑社会化 社会道德走向崩溃 民间怨声载道 抗暴风起云涌的状况 一直高喊稳定压倒一切的中共 收获的却是越来越不稳定 不得不加大维稳的成本 如广东广州市财政报告显示 该市2007年维稳费为44亿元 比当年用于社会保障就业资金35.2亿元还多 2008年地方财政中武警经费总支出额为52.7亿元 山东2011年为监控盲人御师陈光诚 维稳花费居然为6000万元 至于610半的花费更是天文数字 政法为体系于是成了中国最大黑社会 周永康成了最大的黑灵 10月 中纪委巡视组在向公安部 610半反馈时 批有的领导干部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不够强 对有的重大敏感事件预判和应对需进一步加强 暗示610半仍继续执行镇压命令 如今 北京当局将中央政法委下三家罪恶滔天的机构撤销 只能并入政法委 显然是高层在对外传递否定其所为的信号 但间接否定而非公开承认镇压的错误 公开清算迫害者并不能彻底终止迫害 依旧会让某些认不清形式的公检法人员 继续走在迫害的道路上 依旧会让江派马仔有兴风作浪的机会 目前掌管政法委的书记郭申坤 就是江派大马仔 其在过去五年中不断暗中搅局 并强化对法轮功和维权律师的镇压和迫害 因此 尽管三大罪恶机构被撤销 是北京高层又迈出了重要一步 但只要罪恶还在延续 只要元凶还逍遥法外 高层的罪责就不会消失 罪恶将继续延续 所谓的依法治国还是空谈 即将组建的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 也只不过是一块骗人的幌子而已 中共养晦人士上爆出的最大冷门莫过于 被公认的人权恶棍傅政华转到任司法部长 方间舆论一片哗然 有评论认为这些都是中共现有体制下的棋子 谁上都作恶 现年63岁的傅政华十八大之前是北京市公安局局长 在重庆公安局局长王立军和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先后倒台后 傅政华兼任公安部副部长 2016年在任公安部的常务副部长 傅长期在中共公安系统经营 劣迹斑斑被外界公认为人权恶棍 在中共十八大反贪打虎声中 他要出事的消息在方间也流传甚广 傅政华一直被外界视为江派成员 前中共政法委书记周永康的亲信 在习王反腐打击江派大员周永康等人时 傅政华被传导歌习近平 在处理令计划儿子车祸事件中 傅政华也被传向习近平通风报信 因此被外界认为暂时避过风头 这次中共国务院机构大调整 司法部被中共官方定性为重新组建司法部 不再保留国务院法治办公室 新组建的司法部长由傅政华出任 被外界认为是报大冷门 网上舆论一片不满 有律师直接用两字评论完了 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主席何俊仁认为 公民社会 宗教自由和意见者都会受害 原大陆法学博士 美国也使华大学访问学者张杰 则呼吁众人做好过冬的准备 必将有一次对知识分子的迫害 所以说维权律师等都要有所警惕 傅政华已经当上司法部长 这些信息告诉我们一个寒冷的冬天 一个政治上春寒料鞘已经到来 希望大家做好过冬的准备 北京时局观察袁华颇表示 傅政华担任司法部长之后 方前都议论纷纷 都说以后打压会更厉害 我认为这是形势必然的发展 因为是体制决定的 中共当局要铲除对党国的各种威胁 现有的体制下司法部长的位置 谁担任都是一样 都会作恶 他进一步分析说 包括以前吴爱英 后来张军 主要是体制问题 他们只是体制的一个棋子而已 今后公民的活动空间 言论自由都会大大的缩小 公民社会被打压将更加严重 人权律师可能会更加艰难 这是肯定的 他还强调 单从傅政华背景来看非常复杂 首先他到底是谁的人 是不是站错队 因为公安系统 安全系统是非常重要的部门 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卷入 中共内部的权力斗争 这个来讲是非常微妙 非常危险的一个部门 往往对这些人来讲 习既要用他们又要提防他们 按照老百姓的话说 内部的水很深 因为他们做的是背地里的事情 见不得光 所以对他们这些人来讲 下场也是非常不妙的 傅政华将来怎么样 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世界门新闻网 同时也是18届中央委员连续当选至今 报道说 上述信息可见 三人中孙春兰和胡春华在相同时间成为副国家级 而孙春兰则更早晋升政部级并成为中央候补委员 以资历来说 在三人中排在第一位 刘鹤虽然近年来备受瞩目 不过他是第18届中央委员 因此排名最末 据报 在19日举行的中共人大投票中 韩正排副总理人选中的第一顺位 获得2965票赞成 4票反对 孙春兰获得2956票赞成 5票反对 8票弃权 胡春华2968票赞成 1票弃权 刘鹤2964票赞成 3票反对 2票弃权 韩正和孙春兰均被视为江派人马 孙春兰在中共18大上继身政治局 以及江泽民的上海帮人马韩正 19大晋升中共政治局常委 均被认为是中共权斗妥协的产物 而刘鹤是习近平的重要财经智囊 刘鹤与习近平交情甚堵 两人是少年时的玩伴 双方父亲均为中共高官 两会前就有报道称 刘鹤可能会晋升为中共副总理 成为20年来中共最强权的副总理之一 胡春华与已被调查的 原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孙政才 曾经被外界是隔代指定接班人的 备选人物而大热 去年7月份孙政才落马后 胡春华变得异常低调 在中共19大上 胡春华未能进入新一届政治局常委 当时外界就曾猜测 他可能会复经担任国务院副总理 在3月21日中共官媒发布的 《中共中央拟定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中 释放了不少信号 其中组建中央当闭幕的中共人大会议上 李克强训任国务院总理 韩正、孙春兰、胡春华、刘鹤 获任国务院副总理 延续了中共国务院遗政四复不成文惯例 对于四人的排名顺序 有媒体揭秘了中共高层排名规矩 以及为何胡春华排在刘鹤之前的真实原因 20日 总部售在北京的多维网撰文分析了 胡春华等四名副总理的排名顺序是如何确定 据多维网报道称 身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韩正 解替张高丽出任常务副总理 顾排第一 余下孙春兰、胡春华和刘鹤三人 同为副国家级政治局委员 他们的排名是依据什么做出的呢 报道解释 在中共官方的话语体系中 有着严格的礼宾排序 2005年通过的中共公务院法 将中共领导职务的层级共划分为10级 排在最前面的两级是国家级政治和国家级副职 这些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排名 一直是个难题 尽管没有明文规定 但结合中共官场历届副总理排序情况来看 应是依照政坛资历排名 与分工、年龄等其他指标没有关系 现年68岁的孙春兰 2005年由辽宁进京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 晋升正部级 2012年晋升政治局委员 升为副国家级 同时还是中共第15届、16届中央候补委员 第17届成为中央委员 并连续当选至今 现年55岁的胡春华 2006